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了 好 要選舉了 那麼1450又出現了嗎 現在我們來看到 網路上流傳了一組流量密碼 好 hashtag 121450在這邊 好 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部分 都有點讚數743 點讚數2000多 還有點讚數567 以及在這裡點讚數有700多 那麼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只要這個發文 加上這句話 就能夠增加臉書的觸及率嗎 這位是有PTT創世神的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 杜維姐他就來展開了一下測試 好 他怎麼來測試呢 你可以看到他在這邊 他呢 6個小時就獲得了6000個讚 發現這個神秘的121450 只要6個小時獲得6000個讚 跟他其他的發文比一比 在這個部分 按讚數呢 是非常的大 另外大家也有發現 不少綠營人士 好 我們也可以看到 也是在展開測試 那麼都有提到1450的這個部分 這邊就說了 三篇同時發很難說一定有操作 那麼有的話 就是騙到了一堆出來講 問1450這些測意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賴清德的部分 除了選舉呢 大家關注1450之外 也要來看到 那麼現在拋錯路聲比照外籍聲 那我健保議題帶來看 那個陸生那保的話 他會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容許他進來 因為目前是不准許的 喬外聲 港澳聲都可以 但是中國的 中國級的學生的話 是不能進入健保的 所以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是不是要可以讓他進來 徐春英的陸配 陸籍就是所謂的新住民的票員 那因為徐春英大量流失 所以在選舉前 這個我倒是覺得 賴清德的確是無所不用其極 想得非常的深 所以他在這個部分 特別把比較沒有爭議的陸生 納入健保這一個部分 陸配陸生成為民進黨選舉的工具的時候 那民進黨到底是真心的對待他們 希望所謂的人權 這個時候正義人權公理好像存在 但是過去卻又不存在 所以其實再一次的凸顯 就是包含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跟賴清德的矛盾 以及自我的衝突 外籍生在台灣的 這個納入健保情況就有區分嘛 所以陸生跟一般的外籍生 那應該整個來講 就是非本國籍的外國學生 或者是非境外的學生 在台灣的健保制度 所享有的權利是什麼 那這個絕對是可以討論的問題 不用過度把它政治化 那這是一個醫療人權的問題 並沒有所謂炸鍋 或者是有反對的問題 好 看到選舉到了 那麼在賴清德部分呢 在中場會上表示 這個健保的部分 牽涉的是健康人權 人權是沒有國界的 所以希望行政院來研議 把終生比照外籍生 能夠納入健保 那麼他也承認說陸生呢 又人權值得肯定 但是大家也想要來問一問了 好 這個隔魁人內不想推 選前掀開支票嗎 是不是到了選舉才想到人權這件事情 陸生的健康人群要等到蔡政府下台 才可以獲得保障 真的蠻諷刺的 因為呢 其實先前可以看到 馬前東開放陸生來台 就遭到綠營來擋健保的部分 納入健保 那麼蔡英文表示有印納入 但是呢 黨內有反對 因此擱置了 是不是呢 有擔心會有深的反彈 那現在除了陸生之外 也可以看到陸佩陸生 再次是不是又成為了選舉的工具人 賴清德爭議不止一張 還有就是大家記得 他的萬里老家違建的爭議 那麼現在柯文哲喊話了 賴清德要來拆老家的違建嗎 現在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的署長 在立院表示 在政府在這個後面作為 沒有事實的補正 所以才會造成在這個土地身份 沒辦法申請合法的建築 那這跟過去來講的話 違建觀念是相反的 表示說呢 對於民眾 那個居住權不公平 所以現在要來輔導合法變更 好 讓這個這一類土地 都能夠合法變更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呢 因人涉事 遇到人就轉彎 爭議還有看到是立委參選 游志斌 那麼10號他在民進黨中央 黨部前召開了記者會 指控民進黨組織推廣部的主任 林正宏 這個新系的輔選大將 現在看到頻繁的來到風月場所 甚至照片也曝光 民進黨發言人張志豪回應 林正宏對個人不當的行為 對整個團隊表示困擾 已經請辭獲准 但是還記得嗎 先前包含了鄭文燦啦 還有立委趙天林 游小三的爭議等等 游志斌在喊話 對民進黨一級幹部 那麼相關的爭議呢 也會後續在棋底揭露 儘管警方拿大聲工來驅離 但立委參選人游志斌 在政策上向賴清德含話不間斷 替民進黨組織部主任林正宏 喝花酒 還有多張照片證據 穿著民進黨制服背心 直接親上旁邊女子 林正宏在民進黨組織部一段時間 派去信賴辦公室 處理地方組織系統 賴清德競選黨主席期間行程 藉由林正宏一手安排 未來大選也單起組織地方行程 但如今被爆出上酒家爭議 游志斌在把矛頭對準賴清德 林正宏去的這些場所 有沒有帶你去過 他白天幫你組織 晚上有沒有幫你賴清德組織 游志斌更質疑林正宏是組織部主任 每月薪水購他到酒店支付開箱嗎 那這筆錢又是哪來 林正宏一個月的薪水 也不過十萬上下 他為何可以夜夜升歌 每一場KDP的造價 花費有多少 這個錢是賴清德出的 還是民進黨出的 組織部主任林正宏 對於個人不當行為 對團隊造成困擾跟爭議 深感愜意 為此他負起責任以請辭獲准 林正宏火速請辭獲准 但同屬新潮流的鄭文燦也被質疑與女子開房間 還有立委周天林與陸吉小三的婚外情 正義事件一樁接著一樁 賴清德打出信賴口號要讓人民如何來信賴 記者林訓風送請台北參謀報導 好 如何來信賴呢 所以他就指控 所以他就指控賴清德 你在北投露三點公然違法的 建管處現在回應 已經違規要處理了 發文讓參選人的部分 有七天能夠來陳述一件 如果是危害了公共安全之餘 就會把廣告拆下來 如果沒有的話 就才發一到五萬元 那你可以看到賴清德 先前跟大家喊話說 如果他當選的話 兩岸番戰爭機率最低 結果這樣的一個說法 遭到國民黨的候選 侯友宜來打臉 他就直嗆賴清德 就是引戰的火藥線啊 而且現在外媒也高度的關注 台海緊張的局勢 但是蔡政府現在急滅火 說在明年520之前 發生戰爭的機會不高 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顏正深就說了 外媒都十分的緊張 只有蔡政府一直粉飾太平 事實上根本就是駝尿心態 侯友宜直說賴清德的軟肋 畢竟戰爭牌 正是蔡政府主政下的最大痛點 而且不只國人憂心 英國經濟學員雜誌專文指出 大陸軍方研究顯示 共軍登陸台灣的代價 會遠遠超過諾曼第登陸規模 更可能讓大陸陷入後勤 補給的困境 等於說共軍入侵台灣的相關議題 不斷被外媒報導 台海危機 外面看好緊張 那台灣好像覺得還沒什麼樣子 佩洛西來台灣 那外面也是非常緊張 那台灣好像也覺得說 我覺得我們有點麻痹了 政府擔心我要是真認真 搞不好老百姓就慌掉了 所以我不能認真 我們一直在掩飾太平 就是好像鴕鳥一樣 沒看到就沒事了 台海局勢多緊張 外媒都知道 反倒蔡政府的官員急著滅火 明年520之前 發生戰爭的情況 機率高不高 不高 那兩年內發生戰爭的機率 高不高 我沒有辦法預測到這麼久遠 也就是說綠官們也無法向人民保證 兩年內台海局勢能百分之百和平穩定 畢竟還有這個變數 我們賴清德完全是物質台獨 他是一個引戰的火藥線 又再告訴我們 義務役不會上戰場 倒可憐 義務役的疫情迫於台海局勢緊張 得延長到一年 賴清德還跟義務役打包票 說義務役不用上戰場 結果先後兩度被打臉 賴清德還跟選民保證 如果他當選總統 兩岸發生戰爭的機率最低 試圖削弱戰爭排隊選情的衝擊 但撕不掉的台獨標籤 早讓國人對信賴打上折扣 藉此消息的林辰佑台北報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超鴛瘦雞力的暴露 超鴛的折扣 潮的壓力 很難問 很難了 這個